終於搞定這個見面會 其實這件事很大壓力 我不斷發夢 不斷發夢 夢見自己台上說漏話 表現得很差 都是因為壓力導致 跟三月的時候有點不同 三月的時候 當時示範是一面向好的 當時我最多怕自己發台灣 但這次是不一樣 很多壓力都叫我不要搞 所以我16日被會展 在影片中拒絕了牆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不搞 我覺得最糟糕的情況 可能是在露天搞 這條影片 我在當時見面會的時候 承諾了大家 我一定會拍影片 說回所有的事情 尤其是重點 需要一些的支持 即是我在哪些媒體看到這些話 我要給大家看 在隔壁這個電影的螢幕 首先就是在V3的社區 沒有法律的時候已經存在 全部人都是在社區建設的分子 社區這件事是很多人都不認識的 因為你們沒有這個概念 什麼叫社區 沒有法律 我們的內藥是很嚴重的 即是你經常說 香港現在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什麼自由 但我們的內藥 其實是超越了 那些言論自由的限制 即是你那些所有事情 你經常怕怕怕怕 又內藥 又怕怕路 找藉口 你根本就是內藥 很多時候不敢說 所以 我想都不想的 即是當我被人 即是turn down會展的場的時候 我只想著怎樣 立即找多個場出來 因為我覺得一定要站出來 已經有很多人躲起來 收了皮 收了檔 你再躲起來 你告訴別人自己正在犯法 現在是犯毒 是嗎 在這裡 即是我要給大家看 即是我在說證監的很多事情 即是除了一些彈簧搜的 我不再說了 即是我不會把建議會 說的1510港元 我一定要給一些證據 給大家看 例如我在說 用54億 即是swire去賣給證監 就說因為長遠來說 什麼租金什麼什麼 這件事在JPES之後發生的 在這裡給大家看 是不需要做任何公眾諮詢的 54億是哪裡來的呢 不需要做諮詢 是你自己的錢 政監 你那54億怎麼得來的 罰回來一定是問政府 拿政府申請 54億最後只剩下一篇 在Yahoo的新聞稿 就說覺得這件事雙贏 我想沒有人會覺得 今年投資房地產 會是一個雙贏的政策 太恐怖了 這裡 Hashkey 即是其中一班 一間有牌的交易所 造假 即是 拆這個交易量 比幣安厲害 都不只一個媒體這樣說 即是港幣的媒體 你們可以自己搜尋相關的東西 很明顯你就是想給老闆看 是吧 你給老闆看 我又多厲害 你看看 現在我們管 我們只能搞定 我們有人才 不認識的才會被你拒絕 比幣安厲害 你覺得整件事有沒有可能 這一篇 《香港政監會到底跟隨性》 《環球時報》2020年5月27日 太誇張了 你們應該去搜尋這篇 在他們的官方網站裡面 說了現在政監梁鳳怡的背景 他老公是一個反中亂黨的人 其實你那個政治立場 不一定是直接掛勾的 和你任何的表現 但是現在你香港有行國安法 你國安法 你又會被這些人坐上去 是吧 即是你用石頭摘自己的腳 2020年已經說了 沒有任何的香港媒體 去說過這些事情 再去轉述這件事出來 你們可能平時會笑這些官媒 即是藍等等 他裡面其實說得很清楚 即是香港為什麼 在金融業界裡面的人 這麼多有這些困難呢 如果你看完這一篇 《環球時報》2020年一篇的報道 再轉述一下 剛剛現在政監和Swire 用54億買了去辦公室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環環相扣 在這裡我就不說這麼白了 因為已經說不出場 接著不得不提 我在2019年的時候 做的那些風光遺跡 我說這裡的部分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你們覺得我現在很勇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還勇 那時候 無論是錢 還是知名度 都是比現在弱很多 我是 一個人那時候 去了中大那裏 清理連容場 我清理的原因 只有一個 不是因為任何政治立場 是因為當一個白人的女人 在中大的時候 那些人會好聲好氣 那些所謂的黃 我不管你什麼人 極端分子 你可以跟一個白人好聲好氣說話 那個白人不認識你的東西 甚至撕你的流浪牆 你覺得OK 調轉一個中國籍的學生 他去告訴你 我不同意你的東西 你打到別人 頭破血流 這裡是香港 你是一個黃種人 你這樣去對待自己同種族的人 這是正宗的漢奸 我當時下去 其實我衝著一件事 我很想被人打 我想被自己同種族的人虐待 我想感受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別人痛 我只會想衝過去 因為我會覺得這件事是一種恥辱 而我是不忍去看到這種恥辱 所以我那時兩三點衝到中大做這件事 我那時住在中大附近 那 沒有人理會我 那時候沒有人想 是否他們睡覺 又涼冷氣 怎樣吃 反正 那些激烈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的激烈 就是我去清洗那些文宣 我記得我還帶在家裡 僅餘的清潔用品 還有一些拆東西 拆下去 其實是很輕輕的 我沒有什麼補充的 我覺得如果到時候 我被人認得 陳怡怎樣經常被人打 我也是心甘命底 我想自己嘗試 經歷過這些事情 就是被人批鬥 被自己有去 侮辱 或者是 欺凌的一些感覺 我是說真的 我不能夠用文字去解釋 究竟為什麼我想是這樣 我是不忍 看到香港這樣 為什麼白人的地位 在香港會這麼高 甚至到證監 現在的頂頭那些人 都是貴人 為什麼每次拿莊 由以前 英籍的時候 被白人拿莊 拿到現在 我們那些植根 入血的東西 就覺得白人特別好 看到白人要拍照 白人你不喜歡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慢慢跟你解釋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廢老 一個黃種人 黑頭髮的 一不適合 馬鞍山去天橋 淋火水 然後點火 我們是很蔑視我們自己種族的人 其實 所以 我當時做這件事 也是一種對這件事的宣誓 應該這麼說 這是我最貼切的形容 後來 上年跟大家在片段說過 那時候 我住在資源那個地方 一個房子 被人拍我家 又不斷拍 那時候在說一些江派的事情 我是支持習近平的 那怎麼辦 我就是要踢爆江派的事情出來 然後 那期後 又在說什麼 總之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件事 反正就是被人拍 在家門口 拍得很明顯 拍完之後 那兩個人還要坐小巴 就很明顯都是做事的 很明顯是拍的 天天的 不同的中數角來拍的 穿著一些普通 男的穿衣服 女的穿一些 都是上班的衣服 不明白的動機 我也不知道 在什麼派對 什麼界別的人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說我勇 我不覺得有多勇 假如我見面會 有了保鏢 有了所有東西 那有什麼勇呢 我還要得到你們很多的愛戴 收到很多禮物 這個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就是 我收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剛剛現在我放在家裡 我都在想 自己 去到這個時候 都還有這麼多人 就是還有這麼多人愛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 太誇張了 我很抽離去說這件事 但其實我是 有些覺得 無以為報的那種感覺 一路以來 我剛才說這幾件事 就是因為被人毒打過很多次 我人生都不斷被人毒打了 小時候還被人毒打得厲害 還要是親戚 或者是一些 有些血緣關係的人 去毒打你 被人毒打我這麼多次 那時候還要什麼都沒有 無手無寸鐵 還要靠人家 那現在算得是什麼 現在我又手又腳 有人認識 就是 有資源 怕什麼被人毒打 怕什麼被人批判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覺得很多人壓根 就看不起女人 女人是什麼女人 男人是什麼女人 我不會理會你 因為我的性別 而怎麼看我 我沒有當自己是女人 不會經常把女人 女人懷孕 你們會因為愛女人 而對我有很多判斷 但我沒有因為自己是女人 而有任何的那種 對自己會有偏見 我沒有 根本不會想這件事情 所以 相對以前 我現在的路 其實我覺得越來越順 承受的多 但我都覺得是順很多 就像你一個很強壯的人 你去生病一樣 以前很少的人 已經可以用你半條命 眼光的事 我都不覺得自己有錯過 錯過一點 我都覺得不會有今天 所以你們問我 被人拘捕 為什麼不害怕 還衝出來 那 就是因為 政府反口 政府是說了很多話 不是單某幾個人 那對口 就是政府 是你執法的 那 就是你反口 我為什麼要害怕 沒有做錯事 說得很老套 你沒有做錯事 為什麼要躲 為什麼要輕輕放下 我不會輕輕放下 很多人 律師叫我輕輕放下 我不會輕輕放下 死我都要死得好看 反正都是 你為什麼還要不說 還要被人拗 香港說搞Web 3 這條路 說搞這個 科技之刀 你看到現在在做什麼 香港人口基數很小 沒有什麼人才 沒有什麼那種 可以很輕易地吸引到 什麼人過來香港 香港沒有什麼吸引力 其實說真的 你整個居住環境 你對於外面的人 是沒有什麼吸引力 身份特區護照都不是什麼吸引的東西 說真的 你 你只能夠在本身都是香港人 或者是中國籍的人 去下手 Existing的人 在這個但遠之地上面的人 其實人才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那個正商合作思維 現在的人都很流行 總之聰明一點的人 其實都會離開 真的 以前聰明的人移民 聰明一點不聰明的人 其實都是移民 每個人都打算離開 我都說過很多次 香港其實沒有人才 政府體制裡面 你想找個人才也很難 你想找我做一下 有一點點責任心的人也很難 只要一把口 每個人都只要一把口吹 真是實幹實戰的人 少之又少 你都沒有說叫有用有謀 這些人不存在的 你要記住 一個人口基數小的地方 其實是說不上會有什麼人才 美國 你們經常說的 歐美先進的地方 他們都是用正商合作思維 政府才能夠維持權回來 或者叫做借力打力 利用一些已經做得起的人 你看到 就是SpaceX也是 Elon Musk的一個公司 你看到他要跟NASA NASA政府 你也是要這樣去合作 否則你自己NASA搞不好 人家對加越來越大 難道你是打死人 打死人家SpaceX 然後你自己走去 又打算射火箭 搞什麼火星移民 沒有可能的 我不覺得做這些事情 需要很大的智慧 其實不需要很大的智慧 只不過端項 你有沒有這樣的 肯不肯開這個位置 我覺得香港最可惜 就是一手號派打爛 香港其實本身 根本新加坡 不會是香港的對手 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獵勝 為什麼會獵勝 就是你一指錯 不是一指錯 不同交流數 是你每一步都走錯 每一步你都 就是你不動 不勝 不搞這麼多事情 可能都跟人一年 但是很多步都走錯 很多容官 很多分軍 不是你一個 一兩個 某幾個勢力 上去就搞定 整個體系裡面這麼多人 很多人都拖著人後腿 很多有些 真的說真的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你控制得多少 不是你特首 林鄭講過 不是你坐在一個位置 你想推別人 就會幫你推 所以現在整件事 還有一個問題的地方 就是 我不知道哪個決定 或者某些人 所謂的決定 決定 你覺得打死了這件事 打死市民 一般人 對弊的 對真的 這些區塊鏈的信心 覺得你養了毒品 打死信心 然後你覺得你開兩間 有段時間的東西出來 人家就會過去嗎 不可能 如果是work的話 你不用拆假數 你不用弄假的交易糧出來 你不用弄假的交易糧出來 自己去打飛機 是嗎 我舉一個例子 像你豬肉那樣 你想去自己開豬肉檔 但是你抹黑了豬肉這件事 你說吃豬肉會生癌症 吃豬肉會生高 吃豬肉會有很多問題 會走衰運 這樣才算 你令到一些豬肉檔生存不到 然後人們會恐懼吃豬肉這件事 但是回頭 你不是開生果店 你是賣豬肉 但是你就說我們這些豬肉 就有排 我們進口有排 還有那些豬肉 就吃什麼大的 就不是吃那些垃圾大的 吃什麼大的 但是你抹黑了 別人在心裡覺得 豬肉這件事是髒的 或者吃完 那些人會覺得暗淡 死了吃豬肉會生癌症 這些這麼基本的 Marketing sense 是沒有的 即是連人性 人心的人都難列不到 這些就是 在裡面的人 你脫勾脫得太久 還有沒有這樣的智慧 簡單來說 你們就不是人才 連一個普通人的思維 都難列不到 所以你們一人叫我走 即是 哎呀移民 你不要在香港 要面對這些官司 要面對這些事情 我為什麼要走 就不會走 走了就真的詐騙了 我猜可能有其他人會想走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一定不會走 因為你覺得難道整件事 政府沒有什麼要負責 證監那些沒問題 你整件事就像小學雞一樣 道忌心 洗橫手 想去掠奪別人的成果 這些都是我們很少人的想法 玩弊 其實由此之中的小數 千萬不要低大數 以前那種很熱烈的風氣 都是屬於一小撮人 你以為是大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這些數據 你會覺得這件事是大數 所以你覺得 叫人不要吃豬肉 然後去你那家買豬肉 你覺得有什麼不合理 有什麼可行 你以為這些人是多數 你以為打死這些人 還有可能一兩成都夠養著你 那幾間教育所 有沒有這麼笨 香港只有幾百萬人 你都沒想到這麼多人移民了 或者這麼多人 根本他們長期都不在香港 只是拿了一個香港的身份 你見到那些平台做得大 就以為是大數 以為做死了可以翻山 走 拿些客人過來 首實我提到董宇輝事件 我整個見面會 我沒有都是流淚那種哭 我唯一有些觸動的就是講董宇輝 董宇輝事件 我也沒有在Youtube真的拍片過我 我現在儘管講一下 即是我不在社群那裡講 因為社群已經出過字 應該說已經 董宇輝就是東方恩選的其中的員工 前幾年 這幾年大陸打的補習社 打得很厲害 因為說要公平競爭高考的時候 很多教育機構做不住 東方恩是雙教育機構 他就開創了開閉路 在抖音這些平台帶貨 賣農產品 賣書 做一些很文青的事情 董宇輝因為他很有實力 他就跑出了一條血路 成為了很多 很多主婦 很多人都喜歡他 他說什麼 那些人就賣了 書可以一講完就斷貨 十萬十萬本賣的 書 一本本的書 他很有一個魅力 他很有文化的底韻 後來令到東方恩選整家人做起 他就只想踢走董宇輝 他想請很多主播進來 去取代董宇輝這個位置 正常你就不要說這個老闆真是壞了 余敏紅是這個老闆 你真是壞了 你請到董宇輝 你祖墳墓清煙 一個員工全弄了 但是在老闆角度 他覺得你略奪了我的光芒 他覺得我想弄死你 我不想人們想起東方恩選 就是想起你董宇輝 我想吃光這些東西 我不想讓人覺得 東方恩選做得起 就是因為董宇輝 他就一直想踢走 後來這件事發生了 大概一個多月前 發酵到大 基本上會上網的大陸人 都會知道這件事 董宇輝 很多人就說 他嫌棄東方恩選 不會再光顧東方恩選 甚至乎會取消關注 希望這間公司死了 可以扑街了 余敏紅先的於無奈 和董宇輝開一個直播 去解釋 讓董宇輝出來挽留整件事 永快都很狠 因為他是你員工 本身 升了做高級合夥人 但其實這是有名無實的 高級合夥人其實是 弊多於你的 還要用一些甜頭 或一些大餅去留住他 整個直播都是相當尷尬 你們想看得深入一點 你們可以自己了解 或者看回我寫的那篇社群 我講得很清楚 董宇輝這件事 其實是很累近 現在JPAC這件事 很相似 你們以為是打監的貨幣 買賣USDT犯法 現在外面還有一些OTC經營 你又不見警察監禁 為什麼只會針對一間交易所呢 為什麼 1010會首先 令到鎖了香港區任何人 都不可以上JPAC 你在大陸可以上JPAC 就是在香港不行 然後其他 他打了頭 那他的鑊會分給其他人 所以 你看到其他的電訊商都會跟機 最後是中移動 最後他都要近機 沒有辦法 這裏是香港 這裏不是大陸的 所以 有些土皇帝說了就算的事 你就會看到香港發生 香港開放以來 都未試過Blog任何網站 當年 九年連登 將整個 所謂 作為一個基地 怎樣通風報信 怎樣去汽油彈 怎樣弄 怎樣打死警察 全部都可以連登 高談闊論 連登都未被Blog 還有一隻黃瓜衝出來 就是支持年輕人 董宇輝事件是相當遲 我沒有辦法去形容有幾次 你們覺得風貌不相及 但你們細品一下這件事 因為我用口說去轉述 你們不覺得是什麼 一回事 我做OTC 在這幾年 在2020年開始 剛好肺炎 從來沒有問政府 很多人會藉著 因為OTC 因為幣圈那些人得到一些收益 一些女人的主婦 本身很結局的生活 他們可以不需要問老公 不用看老公的臉色 我看到家裡有什麼壞 我可以換掉它 幾百元 一千幾百元 我不用再想 即是幫扶到幾個新計 不是只安安員工 直接的 是因為客戶都應該 在這些地方 賺了錢 他們是可以 過得好 在肺炎這幾年 但你看到 一通關 肺炎一過去 退去 第一個被人打了我們 十足十董與揮 東方恩選 你不碰的時候 有一個人衝出來救你 沒有的 但是當你好警的時候 公司開始膨脹 開始大 你就是想第一個踢走他 就知道 一些人說 一個盲的人 當他可以看回事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扔了一支拐掌 這也是人性的底層邏輯 你最睹眼睹鼻 就是那些 做得好 又不用靠你 又救到你的人 所以現在 剛剛 拜登說了 敵對勢力 加了香港澳門下去 香港脫歐 都是假如時日和美元 港元和美元脫歐 都是假如時日的事 那有些什麼是敵對勢力呢 我給大家說一些名字 大陸 北韓 委內瑞拉 伊朗 古巴 香港和澳門 現在和他們齊名 李家超說過 有人搞軟對抗 表面配合 你看到很多都是這樣的例子 很多人 一些在香港紮根了很久的地產商 銀行 是表面配合 實質是暗解對勾政府 是反政府的 剛才我提到 2019年的聯登 還有人衝出來說 支持那些年輕人 沒有打算封鎖聯登 你試試衝去聯登 說什麼買幣 或者什麼 你試試說黃瓜 一句話 你看看會有什麼後果 整班水軍衝出來 水軍說一次 不是人 我以前好幾次 2019年和今年都試過幾次 你不斷地回覆那個留言 幾秒幾秒就有一些新的帳戶 講一些類似的事情 都是不斷地抓住那幾句來講 是用電腦生成的 香港沒有那麼多人 那麼有空 不斷地有不同的帳戶 不同的人頭 香港只有幾百萬人的一個基地 水軍是無窮無盡的 你會見到不斷地有人在你辦 可以在 用廟來講 半夜三間三四點 你不斷地回覆 都會有不斷地有新的留言 去侮辱你 對勾你 所以整整一下你就會知道 這些就叫水軍 永遠要和大家強調 基數這件事 香港的人口基數 其實是不足夠支持 有那麼多人力的 所以不要經常覺得是人人人 你這樣不要說那個年輕人 你看看真的年輕 30歲以下的人 15至30 這個年齡階級的人 是有多少人 你會去到這樣的立場 還要去到日以繼的日以繼的做事 這些不是人來的 就是不是一個人 可以真的開了新的帳 我想我要跳快一點講 否則這條片會很長 還有現在你看到人 有陽光去到現在天黑了 海月阿龍光那件事 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就是我不能夠把建貿會所有事情 在這裏再重複一次 但overall 我想講 去抵抗地產霸權的這條路 其實只有Web 3 不會有其他的 銀掛白運 現在即將進入離火救援 離火救援 沒有這種人去幫你 你也要有這種馬 去幫你做 你才會成功 還要不只一匹 只有Web 3 這條路 我都想不到有第二條 所以我很體諒 林鄭也說自己心不由己 香港的格局 你見現在的老錢 還是想用以前的方式 繼續去掠財 繼續去打壓 令到世世代代的人 就是平民百姓 繼續為他們這些家族 是要坐穩陣腳的 但很可惜 我不知道你們找些什麼風水師 還是一些什麼 什麼沉白王白 跟你們看 如果人家是真的 有良心的話 是不會順著你們說話的 地產 你要地產再重回一波 已經要等到二運 二運即是40年後 最後做個總結 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就是因為太多人 懶惰是學術派 只有把口 好聽這個學術派 不要聽就是只有把口 那些實幹的戰士 不能出頭 你被那些 拿著雞無檔令箭 又無料 連銷毀機制都不懂 你來查我 我給你解釋什麼叫銷毀機制 不懂 但是你怎麼查我 區塊鏈的技術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怎麼搞W3 你怎麼管著一群 所謂從業 在這個商場上面 搞成 弊 搞成一些所謂 現在新興區塊鏈的科技的人 你連這個智慧 這個知識都沒有 我講白一點 現在我做這麼多事 嘗試力玩狂 咬著不放 你喜歡怎樣形容都好 我希望可以有協商的空間 和政府 我不會想看著香港死 我不會想看著 在這條路上面 既沒有人才 亦都沒有任何可以管治到 方向那種政策 這樣一路沉下去 現在如果香港都不走W3的話 我想說是遠遠大幅拋離 你以後都不用走 是執人家十幾年前 吃過的難產 只會 香港的但遠之地 根本就不夠人才 就是對於這些 就是我們的早期建設者 就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沒有想過要任何政府的幫助 沒有想過任何的事情 但是被一棍這樣吐 吐死 有很多人已經 真的收了皮 收了檔 就是我會用自己最大的力 去做這件事 幾個月之後 我都會繼續去出書 去搞這些見面會 我希望會給大家一些盼望盼頭 不要經常覺得自己 人微言輕 或者是我自己做不到什麼 是吧 我都可以這樣說 我都可以說我自己做不到什麼 全世界都收了檔 或者律師叫我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什麼輕輕放下 但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人定勝天 成龍成蟲是看你自己的 如果見到香港這樣 我都不出聲 我不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一早撩到別處移民 不會留在那裡 不會做那麼多事情 很多人現在做官的 都是打算退休 然後拿他夠錢走 十個九個半都是這樣想的 最後我都要重複多次這句話 我希望 我真的希望明年的今天 2024年的10月30日 我希望輕周易過萬松山 輕周易過萬松山的意思就是 這隻船仔雖然很輕 雖然好像一點點浪蓋過來 都會反艇的馬上 但是他都只要這樣走 他可以越過一座又一座的山 但是他會不會做一個大陸 是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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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